结婚当天丈母娘要我把房子给小舅子 我反手直接娶伴娘 听到李欣然的话 林晨光整个人直接就傻了 呆呆的站立在原地 这些年来她费尽心思的去讨好她 谁知道头来只是一场空 就在这时 林希月面色铁青的指着李欣然骂道 李欣然 你也太不要脸了 居然抢我老公 我是看在我弟弟的份上 才让你来当伴娘的 谁知道你这个狐狸精 居然干出勾引别人老公这么不要脸的事来 我听到以后怒了 直接把李欣然护在身后 你给我闭嘴 你要是敢再对我未婚妻出言不逊 小心我叫保安把你给丢出去 此时此刻 林希月也失去了一贯的优雅 阿诚 你居然为了一个狐狸精抛弃我 现在还要凶我 这时林母也加入了对我的口诛笔伐 姓诚的 你真是太没良心了 简直就是个尘世梅 我冷笑的一声回应道 我真是奇了怪了 实在想不到 你们这一家吸血鬼 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跟我说这些话 你们光吸我的血就算了 连我父母你们都不放过 欣然呢 什么都不要 他也愿意嫁给我 比起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来说 简直要好千万倍 林家人听我这么说 顿时被我气得蹊跷生烟 这时候我爸妈问我们想好了吗 当然了 爸妈以前一直都是你们在为我操劳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和欣然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是啊 叔叔阿姨 我和阿成两人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你们就安心幸福吧 看到李欣然和我家人交流得很愉快的样子 林家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这时候林希月大声地叫了起来 把手里的化妆包朝我的身上砸了过来 哼 不结婚就算了 这婚礼谁也别想办了 我生气地说道 你不然就别怪我不义了 把婚纱和钻戒给我交出来 如果想吃饭也行 想滚蛋也行 请自编吧 吃饭的话记得把红包留给一下 我们不是很熟 所以不会让你吃白食 林希月感觉自己肺都快被气炸了 她早就已经习惯了 我对她无条件地付出了 要什么就给什么 可是今天的所作所为 却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 你还想要钻戒 做梦去吧 她快步走向窗口 从手上摘下了刚再上没多久的戒指 直接扔到楼下的河道里 林希月得意地冷笑 这下我看你们怎么结婚 我看你们等惠儿怎么丢脸 你既然都不娶我了 我为什么还要照顾你们的想法 我不好过你们这对狗男女也休想好过 林希月一改之前的茫然 眼神中充满了癫狂的神色 脸色也变得有些猙獰了起来 想要礼服呀 可以啊 有本事你自己来托呀 小心我告你 林母和林晨光看事情闹到这一步 也不着急了 满脸冷笑的等着看我的笑话 这时候我爸满脸无奈走到了林母的跟前 亲家 你劝劝希月吧 他们俩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就算当不了夫妻了 搞得反目成仇的也不好呀 林母对我爸的奇情无动于衷 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李欣然笑着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 爸 阿诚 没事的 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无所谓的 而且我相信 你以后肯定会不给我的 对吧 我们就办个最简单的婚礼 我父母和我的那些朋友都被李欣然给感动了 实在没有想到 这个他们以为有些现实的女孩居然能做到这一步 就在我准备带着李欣然去置办新的礼服和首饰的时候 宛如仙音的系统提示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宿主达成任务前置要求 获得额外奖励 任务奖励一 现金一千万 任务奖励二 精致传统婚服两套 任务奖励三 精品珠宝一套 我眼前一亮 真是瞌睡就来枕头 想什么就有什么 系统这波操作真是太靠谱了 我指了指电狂的灵溪院 你以为撒泼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 您好 是陈先生吗 这边是千秋谷院 我叫石万柔 是您的专属客服 您在我们这边预定的两套婚服和首饰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请问要送到什么地方 我们的人会尽快送达 我愕然的张大嘴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